有鉴于全台部落文件站长照团体或原家机构 在配合政府推动长照2.0政策措施上 因为民族性、区域性还有资源差异下 往往是致爱难行 为此原民会也特别寻回到花莲 听取地方也汇准部落长照服务上的问题 提供政府做后续制定政策参考 第一场从新竹起跑 台湾原住民长照权益促进会 周末开拔到了华莲光复乡 听取部落长照团体、原家中心 以及部落文件站在推动部落长照上的难题 来自中区光复凤陵 以及丰冰等地区居服照服员、原家中心干部等提出了 包括据点建筑法规、交通以及人力不足等等的问题 而身为原照会中职委的县议员蔡一静也特别强调 防疫期间花莲原乡部落长照政策推动上的困境 这部分要怎么样来解决 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未来可能在县府的层级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个通盘的检讨 然后在中央不足的地方 我们在县府的部分 我们来如何共同来努力 让我们族人得到更好的照顾 除了县政府、卫生局等在地单位 台湾原照会这一场倾听之旅 也邀请了中央卫福部与原民会专员到场 针对了据点建筑法规是否松绑 卫福部简论秘书也给正面回应 防照机构设立许可取法律办法第16条 建物可以结构安全建立的正名文件来替代 如果你的使道建造没有的时候 你可以找建筑师或土地师等等 用这样子的文件就可以取代 很多建物是没有使道建造这样子的问题 第三消防方面的问题 如果它的消防没有达到 我们一件处相关法规的这个部分 是可以用检疫的消防安全设备的设置平面图来替代 那如果说这样子的一个申请插地案 需要有许可所有权状才能够申请的时候 它的替代文件 可以用它的户籍证明文件 门牌编定的证明 缴纳水费 缴纳电费 或是房屋税籍的证明来替代 我想这个替代文件的取得 应该相对来说是容易许多了 108年成立的台湾原造会 透过了巡回全台的请听之旅 深入挖掘各县市原乡部落长照所面临的问题 会议整合意见 后续提供政府研议修正或制定政策时的参考 然后大概是从今年开始 我们希望能够收集全台原乡地区 长照目前执行的现况 因为长照2.0其实也实施了几年 然后也已经慢慢有一些成果 我们看得到好的 可是实际上执行之后的一些状况 现在是长什么样子 还是需要地方的工作者 就是来直接的反映意见 经过各与会单位人员的讨论 交还意见 台湾原造会也会整出 花联地区所面临的据点空间 拘捕人力不足 人力专业培训 交通以及防疫措施 人员到占率等等的问题 原造会也将汇准记录 并且将在7月份 在召开全国原造会议时 邀请学者专家 以及中央政府相关单位共同研议 希望更优化原乡部落的长照政策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